如何让你爱的人爱上你 15.如何建立互补性需求 亲爱的 你想要的一切我正好都有 我记得自己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 曾问妈妈为什么要嫁给爸爸 结果她为我唱了下面这首童谣 杰克斯普拉特不吃肥肉 他的妻子不吃瘦肉 于是他俩吃饭的时候 你会看到夫妻俩把盘子舔得干干净净 在其后好几年的时间里 我都觉得大人们只会爱上与自己截然不同的人 从表面看来 我的观察很有道理 研究证明 男女都倾向于寻找与自己相似的人做伴侣 正如我在前文所述 人们喜欢寻找与自己拥有相似世界观 价值观和兴趣爱好 并对爱情持有相同期待的人 这是爱情的深层心理需求 时刻保持警觉状态 让你的爱情雷达随时接收有用的信号 很快屏幕上就会出现精彩画面 然而在众多相似性质上 常常存在一个大义齐趣的表象 人们期待找到能给自己带来别样新鲜感的恋人 来帮助自己达到完满 有些人专门在恋人身上寻找自己不具备的素质 连鸡蛋都不会煮的男人 想找一个烹饪高手做老婆 不认识发动机风扇皮带的女性 希望恋人对汽车铁壳下的一切了如指掌 常因平衡支票簿而头疼的男人 发现那甜美女子竟能看懂股票走势曲线图时 一定会由衷萌生爱意 一中人总会欣赏你那些能够弥补他弱点的素质 也许你必须像侦探一样敏感 观察到底是哪些互补性素质让一中人欢喜 哪些素质让他或他无动于衷 哪些让一中人妒忌甚至对你产生敌意 如何才能达成这个目标呢 你可以假装随意地问起一中人以前的恋爱经历 你喜欢吉姆的哪些特质 是什么让你和秀变成恋人的 但最大的特长是什么 背地擅长什么东西 你听到的答案种类之丰富 经常让你难以置信 吉姆的手特别巧 什么东西都会修 秀每天都读报纸 让我知道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 但非常开朗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朋友成群 背地是个讨价还价的高手 所以不管买什么东西 我们都能拿到最低价 时刻保持警觉状态 让你的爱情雷达随时接收有用的信号 很快屏幕上就会出现精彩画面 如果你恰好拥有一中人需要的素质 你的好运就来了 如果你的某个特长正好是他或他希望自己拥有的 哈 这就是一中人在长期婚恋关系中渴望的互补性需求 技巧你想要的一切我正好都有 时不时的 你要随口问问一中人最希望恋人具有什么样的素质 再过一段时间 等一中人已将你这个问题忘掉以后 你可以在某次约会中暗示对方 自己在这些领域中是怎样的一个高手 恋人们 请注意 不要太快展露你的互补性素质 研究证明 恋人们只在恋情比较成熟的时候才探索这些需求 在他们确信双方拥有必须的相似性以后 在你借助前面章节提供的六个技巧在你俩之间建立共性以后 这个互补性需求会成为关键的一钉 将你俩死死定在一起 成为完美的一对儿 现在我们开始探讨另一个俘获恋人芳心的无敌法宝 在接下来的章节 我们会烹制一些特殊的菜肴 来喂养恋人体内那头叫做自尊的怪兽 让他对你提供的食物慢慢上瘾 终止欲罢不能 你是如何爱我的 让我如实告诉你 自尊Nego 一中人理想中的自我形象 是你滋养他或他的自尊并俘获其芳心的关键 让你的一中人感觉你就是那个慧眼独具的人 你得到的回报是他或他心悦诚服的爱上你 章节已播完 感谢你收看 我是心灵之光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不要忘记点赞订阅啊 让我们在下个视频里再见吧 请不吝点赞订阅